美國民主政治是否玩完了呢? 先跟大家講一個比喻 就是曾經有位政界高人說 民主政治你不用做到最好的 只要做得比你的對手好 就可以了 就是說如果你的對手是80分 你要做到90分 也可以是 你的對手是20分 你明知道自己有能力做到90分 但偏偏要做到30分 雙雙不合格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因為你還有60分的進步空間 吸引選民繼續投票支持你 講回今天的題目 就是說 今天被外界認為做得不好 都是20分或者30分的美國總統 就是拜登 拜登被人發現他支持度 下跌得很厲害 甚至被美國的特朗普 超越了 最新就是說特朗普的支持度 正式超越了拜登 由哈佛大學和哈里斯民調機構 聯合做的民調顯示 48%的受訪者認為 拜登對他正面的看法只有46% 對於特朗普就有48% 相差也差2個百分點 雖然拜登就任總統最初只有幾個月 支持率一直遙遙領先 特朗普 但最近他的支持只是大幅大大折扣 有分析相信跟最近一些 譬如新冠肺炎的確診個案激增 美國從阿富汗混亂撤軍 美國的邊境非法移民 有一部分都是來自海地的 爆發了一個亂局 在德州那邊 而國會討論的基建案 也陷入了困局 統領這次民調的負責人 佩欣認為 特朗普原本以五個百分點 輸了給拜登 現在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認為 他比拜登更加適合做總統 實際上很大改善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現在有比較就更加多傷害 就是拜登的管治班子 其他高層成員 都是被視為比不上 朗普的持任政府官員 百分之五十五的受訪者認為 副總理彭斯當時的表現 做得比賀錦麗好 百分之六十三的受訪者認為 國務卿蓬佩奧 他的做法 做得比布林肯 想不到連番失言 以及被指說謊的蓬佩奧 都有百分之六十三的人 認為他做得比布林肯 佩欣認為 拜登的蜜月期已經過了 取而代之 在大選中有很多投票支持他的選民 滿腔悔痕 除了被共和黨和他對手特朗普攻擊之外 其實拜登現在在民主黨黨內都是不好過的 他就跟眾議院院長佩洛西 想推一些法案 佩洛西就在九月三十日晚 最後關頭緊急煞車推遲一點二兆元的基建方案 擇日在二 民主黨現在想推三大方案 包括1.2兆元的基建案 第二就是拜登主打的改造 美國3.5兆元的總預算案 三是暫時提高美國國債的上限案 3.5兆元的總預算案 就很有雄心萬象 有增加社會福利 也要納入一些黨內激進派的主張 包括全面的綠能、廢除石化能源、擴大托兒服務 學費全面的社區學院 照顧家人帶身價等等 這個預算案 竟然導致拜登的民主黨黨內派系對立的情況激化了 中間派的參議員萬欽和直立馬 直立馬堅決反對 萬欽認為他主張的底線是1.5兆元以下 並列出自己支持者的選項 直立馬也支持部分選項 也認為1.5兆元和3.5兆元 就是3.5兆元太誇張了 當然拜登和舒默也不接受 讓中間派的萬欽和直立馬 也變成了黨內的硬石頭 萬欽認為無法接受債留子孫的預算案 他不能接受社會福利可以助享其成 他跟舒默說 希望先用完國會早前通過的3筆疫情的紓困案 紓困金 眾議院的激進派都是寸步不讓 認為參議院應該先通過一分前都不能少的3.5兆元的預算案 眾議院才可以接受到1.2兆元的參議院的版本基建案 兩邊就吵了 共和黨當然是吃花生 就不跟民主黨玩了 迫民主黨要將防止政府關門法案 以及提高債限的法案要分開表決 先表決了前者 現在後者還在談 說回我個人的看法 大家都見證美國的民主政治近幾年相當混亂 國內極端主義抬頭 歧視黑人 襲擊亞裔 重視個人的自由的氾濫 連戴口罩 這些基本的防疫措施 都要花些很無謂的時間去爭論 去到議會政治大家都見到 共和黨反對三個法案 民主黨想不到你內部都是意見分歧 還要互不退讓 拜登、佩洛西 還有參議院的領袖舒默 他都控制不到自己黨或一些激進派的眾議員 以及中間派的參議員 兩邊互相糾纏、互相拉矩 浪費了大量無謂的時間 有朋友笑言 美國基建真的很落後 我非常認同 因為確實落後到 連拜登總統也要大聲疾呼 為他的基建案尋求支持 就說中國和其他國家 在對未來的投資已經跑贏了美國 他的基建目標就要讓美國贏得中國 即是美國就相當落後 試想想如果香港照顧美國這一套 大家是不是樂見 政府隨時停擺呢? 是不是樂見 大家是為一些很無謂的 連口罩應該要戴的東西 都要去爭論呢? 說回今屆立法會 自從回復正常之後 至今已經通過了30多條條例草案 相信很大機會在10月底前 會通過46條草案 這種高效率才是議會應有的表現 當政策可以盡早通過 市民才能夠更快地受惠 反而 我們不是盲撒盲鬧 我們反而要去想的就是 當議會變得這麼高效的時候 會不會變成議會高效低質呢? 反而這才是需要各方的監管的 好了,我們講到第二個話題 就是講《長津湖》 《長津湖》就是中國 近來一部很受歡迎的電影 希望香港可以盡快有得上映 到時可以約上風、Thomas、三人行 去看電影 說回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就耗資13億元人民幣 中國的史上最高的投資 在9月30日上映 上映兩天 兩天的總票房已經突破了6億 一舉打破了中國影史上的11項紀錄 《長津湖》就由香港導演徐克 以及陳凱哥 以及林超然擔任監製和導演 由戰狼的主角吳京等等領銜主演 講回71年前的抗美援朝中的《長津湖》戰役 說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九兵團義務反顧 《長津湖》戰役 他們以降小氣多的力黑降多氣小 憑著超乎尋常的戰術設計 和個人意志 和美軍展開殊死的對決 挫敗了敵人的囂張氣焰 說回現實版的《長津湖》 《長津湖》有多激烈呢? 先要講講四支全團的老兵 他是誰呢? 他就是原本在中國人民志願軍第26軍 77師 231團一營的二連戰士 周全帝 他在1950年先後除部隊 去到上海和江蘇等地的練兵 之後前往山東 大約半個月之後 他抵達了黃草嶺 對敵人進行口袋式包圍 那時候是一個追擊戰 黨的指揮命令士兵 命令未下來就不可以動 為了引力他們的身軀 戰士們要將棉衣反過來穿 將白色內膽露出外面 身下是一個冰天雪地的雪地 天上不斷下雪 背上的積雪越來越厚 周全帝幾乎一動不動在雪地埋伏了三日三夜 去到第三天晚上 他聽到衝鋒的號角響起的時候 他發現自己的手腳已經麻木了 任他如何去掙扎也動不了 之後他眼前一刻什麼都記不住 戰鬥結束後 戰友們在返回的時候搜尋到 這位尚有一絲氣息的周全帝 醫務人員發現他雙手雙腳嚴重凍傷 火速將他送回國內的 東北三十五陸陸軍醫院 為了保命 醫生建議他截肢 雙手由前臂柱 雙腿由大腿根部截除 就是說他現在是一個斷了四肢的腦兵 周全帝他那時候醒來 已經是手術的第七日 他是被戰場的軍炸機 放炸彈的聲音炸醒 他沒有第一時間發現自己截了一支 但是幾日後護士就跟他說出真相 他形容他當時哭得很厲害 因為他當時只有16歲 他就想究竟以後應該怎麼生存 怎麼過活 院長、政委、參謀長都是前來安慰 但是當時的他只有16歲 又怎麼會想通呢 所以他坐了很久 感到很無比絕望 到了1953年 周全帝去了四川省革命的雙殘軍人優養院 過生活 那時候他已經重拾了信心 他認為雖然知道自己失去了四肢 很難過活 但是他覺得應該要重新學習 去抬提高自己文化水平 首先由一個簡單的生活 例如洗澡、穿衣、吃飯 慢慢去到他要學字 去寫毛筆 最初他將鋼筆綁在手臂上 練了差不多一兩年才可以做到橫平和樹直 之後他就用兩隻斷臂 抱著毛筆寫書法 經過長期的練習 他的書法已經形成了自己風格 受到專業的書法家的好評 也多次參加各級書法作品比賽獲獎累累 幾十年來他已經累積了書法作品近兩千幅 相當勵志和感人 看完周全帝的故事之後 我更加讓我想起 早幾天 中印的邊境雄屍用無人機升旗 大叫便說邊防有我在 祖國請放心 中國人拋頭爐撒越血 守衛家園 相反香港人 民建聯近日被人批評 說他倡議解放軍 設港人自願參軍制度 然後大批網民說 我們要移民 很多人害怕 香港國安法後很危險 但其實民建聯這個說法 是由2015年已經開始說 說到現在 其實我也很認同 沒有理由 祖國他派駐港部隊保護我們 我們又不用承擔軍費 又可以享受別人的保護 從周全帝的故事 我們更加要明白 每一個官兵 真的隨時有機會戰死沙場 而他來到香港服務 是來之不易 當然民建聯這個 我相信是表態 能不能夠成功 是另計的 為什麼呢? 我自己個人覺得 我很簡單 如果我是爺爺 去到國防這麼至關重要的位置 可不可以相信香港人? 試想一下近日 有旅警死了 有人諷刺 而且是紀律部隊的人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天在電台緊煙 說香港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冷血 其實我也想說 當香港人連對生命的尊重也沒有 國家如何信任你呢? 我還是要重申 無論那個是陳方安生的女兒 還是林婉儀的督察 我們都應該要尊重生命 和生命他有的重量 當香港人出現這種笑話 出現這麼冷血的故事 阿爺看到原來香港有人可以宣誓效忠我之後 也可以這樣 你猜阿爺還信不信香港人去參軍呢? 這就是我的分享 到爆了 阿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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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